欢迎收看手耳头条,感谢您的点击 在昨天那期节目呢 我说了一个关于这个韩国正在流行的一首歌 一首这个Rin的歌 这个歌名叫杠 所以就是在韩国现在人们简称为一天一杠 很多网友朋友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来问我 那我想解释一下 这个不怪网友朋友们 因为这个在韩国有很多韩国人 他也不知道这一天一杠是什么意思 而且在长时间连续三四天左右都在这个热搜榜上 热搜榜这个前十名前二十名 都有人在问这个一天一杠的意思 那我今天来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一天一杠呢 就是说一天至少要听一遍这首歌 对于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来讲 这个行为是再普遍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 就拿前不久的一首歌来说 红透大江南北的这个野狼disco 宝石老旧唱的这个野狼disco曾经红遍大江南北 当时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上班的路上在听 带着耳机听 做菜做饭听 开车的时候听 对不对 在大街小巷都会有这首歌传到你的耳朵里 时间长了呢 人们潜移默化的被这首歌给洗脑了 现在的韩国人民一样被这首杠 这首歌给洗脑了 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肺炎疫情这么严重的 如今这首歌会像曾经的野狼disco一样 在韩国流行起来呢 主持人我分析有以下最大的原因是 杠的这首歌 就是Ring他跳的那个舞也好 整个歌的这个歌曲的节奏也好 非常符合现在我们正缺乏的一种东西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锻炼 就是能量power 就是可以就是散发出那种激情的东西 在这首歌里面都包含了 所以人们呢在家里长时间的在躲避这个疫情 在配合当局政府在家里面进行这个不出门 不出外的这个政策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歌看到这样的舞蹈的时候 人们会热血澎湃 所以主持人觉得现在这首歌流行起来 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内心渴望着这种激情 内心渴望着运动这种心情的 好的那么给朋友们介绍第二个新闻热点 是国内个别的大学决定退学费了 这个消息呢 数不数十呢 我是看到了一些新闻已经说在 包括这个微博上面也说过 我想引申的一个问题是 国内啊 咱们他到底退不退 咱就看他退还是不退就完事了 那韩国 现在收看我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有很多是韩国留学生啊 就是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啊 韩国的大学要不要退学费呢 关于这点呢 主持人可以表明立场 就是说我认为学费是要退的 当然综合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举个例子啊 首尔有各大的这个好几所有名的大学 像国民大也好 像一些什么祥明大也好啊 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大学 但是他也在首尔范围之内 就是我为什么拿这几个学校举例的 就是他们背后的财团呢 就是集团支撑着学校给钱赞助 背后的财团呢都已经不行了 就说实话就倒闭了 就没钱了 像这么紧张的时刻呢 就像国民大学 他需要用来这个把这个学生的学费登陆金 拿来做补充 用这个作为人力 给这个职员还有教授们的开支给送出去 相当于这个学期白干了 就是个持平 整不好他还亏一点钱 所以在这么眼下这么紧张的这个时期啊 主持人所在的这个东国大学呢 是用的这个方法 东国大学的校长 号召了一次这个 活动 一个会议 就说 我们 学校内部的职员 还有教授 一起来 进行一次募捐 为了挺过肺炎这个难关 截止到现在 呃 东国大学已经募捐到了一亿五千万 韩币啊 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万左右 来度过这个学期学校的难关 据我了解 我们学校 东国大学呢 是比较有钱的 呃 所以我们学校呢 算得上日子还过得去 但是 为什么也开始募捐了呢 就说明 疫情给 呃 这几所大学 首尔的大学校 啊 有多么大的打击 所以我认为 我们 学生的角度 去 索要这个退还学费的这个 方法 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 如果你让学校 拿出来现金 啊 把钱 从哪儿来的 再打回哪儿去 还给学生个人 我觉得学校是 没有能力做这样事情的 他资金周转不过来 面临的学校破产 那咱们这位学生 你学 学校没有了 你学上不了了 是不是 所以 有商量的余地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比如说 这个学期 你可以让学校先周转 比如下个学期的时候 由于上个学期的网课给我们学生 我们也是受害者呀 所以可以减免学费 以奖学金或者是国家到时候可以出来好的政策呀 就是补助 补助学校 补助大学 这方面的资金去减免下个学期的学费 只要50% 只要70%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 我希望收看我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去变相思维去思考一下 关于退学费的这样事情 好的 那么给朋友们继续介绍第三条 这个热点新闻 是杨坤 递死 惊雷 这首歌 喊麦 遭到了封杀 说到杨坤 杨坤32场演唱会 我的记忆对他停留在那里 之后呢 出了很多很多什么空城这样的歌 很有名气 在中国 他为什么要递死惊雷呢 惊雷是一首喊麦 说实话就是 在东北 东三省地区流行的一种文化 在某歪频道 某歪平台 某牙直播平台 这些 这个主播们喜欢的 东北的主播们喜欢的一种文化方式 交流方式 那么 杨坤递死了惊雷这件事情 是前段时间的事情了 后来呢 惊雷这首歌的这个 这个作者 歌手MC 六道 他平反 第一次回去了 说杨坤 你说的不对 我这也是创作 怎么怎么样 后来呢 网友们 开始站在杨坤那一边 说你这不是创作啊 你这是抄袭 你这歌词明摆着 从那哪哪哪搬过来的 后来MC六道 道歉了 公开道歉 说自己的抄袭的行为是不对的 直到前段时间不久啊 这个QQ音乐平台封杀了喊麦歌手 就不让了 不让喊麦歌手再到QQ平台呃成为这个歌手了 就也不让发行类似的音乐 所以我们可以说 就因为QQ平台是一个 QQ音乐平台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成熟的一个平台了 所以基本可以说是 封杀了喊麦的行为 关于这个喊麦的由来 主持人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喊麦一定要和另外一种区分开 就是说唱喊麦绝对不等于说唱 说唱是说唱 说唱来源于这个我们大西洋那边 对面的那个洛杉矶LA 那个纽约来自人家美国那片地区 黑人文化 咱这个喊麦呢 说实话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一种 就是说唱的一种形式 东北说唱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一个是东北说唱 一个是黑人说唱 呃 但是喊麦呢 他一开始的这个歌词也好 他的文化性质也好 他不是很成熟的 就是说 呃 有一点不雅 因为喊麦流行起来的时候 在主持人那个年代 还有另外一种文化 也随也随着他们两个是共同成长的 就是有一个叫騷麦 什么叫騷麦呢 就是当时的女博主 呃 女主播为了吸引人眼球 就会开设一个隐秘的一个频道 我当时记得啊 当时有什么六房间 什么什么 这种地方 就是在里面进行騷麦 就是说一些淫秽的一些歌词 把它编制成一个旋律 再说 他说的那个调调 和这个喊麦非常非常相似 啊 所以当时给了呃 这个听众朋友们一种错觉 就是说喊麦和骚麦同时发展 所以喊麦也是不雅的 也是俗的 就是这种东西 当然了 现在的喊麦呢 他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文雅的 只不过他这个节奏的把控 让人听起来还是忘不掉以前的那种俗的感觉 啊 呃 这个首尔地区现在的疫情情况 有目前一万一千五十人确诊 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人在检查当中 二百六十二人死亡和昨天的死亡人数是不不变的 就是今天 没有人死亡 在韩国 呃 在韩国 呃 非常的 幸运吧 呃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由于离泰院事件 这个感染的人比较多 所以由离泰院感染源头 作为源头 已经有了三次交叉感染 三次交叉感染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 我传你 就是我是离泰院 蹦过滴的那个人 在夜店蹦过滴的那个人 我传染给他 他再传给下一人 他 下人再传染 就是三次交叉感染 所以就说明这件事情呢 可能会引起首尔 或者是乃至全国大范围大范围大面积的这个再一次 这个感染流行起来 所以朋友们近期千万不要出门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